众人看到这里已经多多少少猜到了温家少年与江峰年有仇,却猜不到少年与温若寒的关系,所以也都只是站在一旁,一言不发,冷眼旁观着。 温黎,呵,好一个愚钝,好一个不知,江峰年我就是当初你算计的他们,又从他们后背偷袭他们,害他们生死的那对夫妻,魏常泽和藏色散人之子温黎温玉林。 江峰年,听到此,眼神惊恐地睁大,嘴里下意识地道不,这不可能,他们夫妻明明只有一个儿子,那个孩子如今还在蓝室,是蓝家三公子蓝玉,你怎么可能会是他们的孩子? 魏无羡听到这里,上前一步,声音好笑地道哦,原来,江宗主已经知晓我的身份了呀,那我终于不用费心隐藏了,可喜可贺啊。 不过江宗主这话说的,就不对了哈。 我阿爹阿娘,他们帮助你,坐稳江宗主的位置,便离开了江架,成为散修都有七年,不愿意联系你了吧? 我母亲不愿让父亲告知你的事,你觉得我阿爹是会向着我阿娘呢? 还是向着你这个,打着好兄弟名义,却用好兄弟的妻子来拒绝你自己不愿意娶得于家女呢? 魏无羡玩味道,何况我哥哥从小因体弱多病,被送到舅舅这里照料多年,你与他们关系本就不好,又如何会知晓他的存在呢? 你更不会知晓,你从我父母身后,偷袭我他们之时。 我哥他用了隐身符,就在我父母身边不远处,你又能从哪里知道他们其实还有一个儿子? 就在你身旁,亲眼看着你杀了他们夫妻不够,还想训养他们的小儿子我呢? 魏无羡感叹般地道,可惜啊,可惜哦,你算错了一步哦。 你没想到,我哥会先你一步地破坏你的计划呢? 他带着我就在怡陵待了半年呢,然后才将我送到了兰家,让世人都以为我是被师父捡到的,并且还失去了全部记忆。 可我从来都没有失去过记忆,不过是哥哥为了让我自保,教我的一种手段罢了。 魏无羡,狡黠一笑将宗主你和你夫人以及他娘家人都还不知道吧? 我的阿娘啊,她姓温明月仪,是温氏嫡系小姐,温宗主温若涵同父父母的嫡亲妹妹哦。 一直安静听着的于子渊,终于还是忍不住了,愤怒看着魏英道,不可能,那就是个乡野村姑。 那个贱女人,她怎么可能是温氏的大小姐? 她就是个水性洋花的贱女人,就是个乡野村姑。 温宗主怕是也被那贱人给迷惑了,居然为了她,不惜把你已故的父母抬出来。 所以,就算我们杀了他们又如何,他们不过是我江家家仆,我打杀我江家不听话的家仆又有何不可? 于子渊愤怒不过是我江家的两个家仆,我杀了也就杀了,你又能奈我何? 你们两个家仆之子,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? 说着,手中子殿要向着上面的温黎和魏英的方向甩过去,却被江峰眠按住了手,给阻止了动作。 温黎听了于子渊的发言,佩服地拍手道说得好,说得真好啊, 那今天我就让你瞧瞧你所谓的家仆之子是如何将你这逼婚女打败的。 温玉灵话落下,手中不知从哪里来的剑,已经冲着于子渊飞了过去,很快温黎就与于夫人在场上打了起来。 江峰眠听了温黎,魏英兄弟俩的话,就知道江家完了,眼看着场上于子渊要败了,不得不上前去帮忙,心中同时也想着若是将这兄弟俩解决了。 温家也不会因为两个表公子找他们江家麻烦,这或许也会是江家的一线生计。 江峰眠想到此,心中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,便抽出自己的配件参与温黎和于子渊两人的打斗中。 魏无羡不满地看着江峰眠冲着哥哥的战场而去,生气地喊道江峰眠你的对手是我。 魏英说罢,也拿着自己的配件参与了进去。 江峰眠看着自己的阿娘竟然打不过那个家仆之子,居然气愤地抽出自己的配件,想要上前帮助自己阿娘,结果被蓝湛给阻挡住了。 蓝旺基并没有出权力,他就是为了阻止江峰眠去打扰那两兄弟与江家夫妻的对战而已。 这也更加引起江峰眠的不满,嘴里一直不甘不敬地咒骂着,结果被蓝旺基给禁言了不说,依旧被蓝旺基压着,不让上前。 温黎温玉林看着重伤的于子渊,眼神平静地看了一圈在场的人。 声音淡淡道都说或不及子女,但并不代表你的子女就是无辜的,所以我虽不会对你的儿女做什么,但从今往后你们将家,于家与修仙一路将彻底断绝。 温黎在看着重伤的于子渊说完后,还不忘一件刺入于子渊的金丹里,废了于子渊全身灵脉。 眼看着自己父母居然败给了那两个家仆之子,被蓝旺基拦着的姜婉吟更加愤怒地要冲上前帮忙,却始终被蓝旺基压制着。 心情不好的她,嘴里也开始了对蓝旺基不甘不敬地输出,温黎听着姜婉吟的嘴上输出,直皱眉头,语气淡淡地吩咐到温竹流,她太吵了,你去化了她的蛋。 温竹流看着姜婉吟一眼,恭敬上前对温黎行礼道士,少宗主。 温竹流看着少宗主那仿佛多看姜婉吟一眼,都觉得是污了自己的眼的神情,慢慢向姜婉吟的方向走去。 姜婉吟也听到了温黎的吩咐,惊恐地看着渐渐靠近自己的温竹流,颤抖地道,你敢看着温竹流靠近姜婉吟,蓝旺基淡定地退到了一边, 担忧地看着温英姨细耍着姜蜂眠。 而被温黎废了,金丹的余子渊此刻却封了斑扑向温竹流,阻止着温竹流向自己儿子靠近, 却被温竹流一掌拍开,昏迷了过去。 姜婉吟看着自己的阿娘为了救自己昏迷过去,心里却开始埋怨自己,阿娘没本事,无法挽救自己。 这时,坐在位置上的姜艳离仿佛终于反应过来般,慌慌张张地跑去了温子渊的身边, 小心翼翼地扶起温子渊的头,双手颤抖地查看温子渊的呼吸,感觉到了温子渊的呼吸, 这才松了口气,眼神哀怨地看着与自己父亲打斗的卫英,声音委屈极了道, 阿英你怎么可以这样对阿娘呢? 阿娘她,她只是刀子嘴豆腐心罢了,没有坏心思的,阿爹和卫叔叔是好兄弟,你怎么能相信那些污蔑之鱼啊? 姜婉吟听见姜艳离的话,看了言与自己阿爹打斗在一起, 甚至可以说是在戏耍自己阿爹的卫英,和冷眼旁观地看着他们一家四人如今的狼狈样的瘟礼。 脑中想起了阿娘无时无刻对自己说的话,魏长泽就是他江家的家仆,家仆的儿子也理应是江家的家仆之子。 想到此,姜婉吟便理直气壮地对着卫英怒吼,魏无限你的家仆之子,还不赶紧让他助手。 你以为你攀上了温家和兰家就可以欺负到主人家的头上了吗? 我告诉你,主人就是主人,你个不懂尊卑的家仆之子,跟你那贱人娘一样。 在戏耍江峰眠的魏英听着姜婉吟的狗吠,讥讽地喝了一声。 魏英难得对一个人露出了嘲讽和鄙夷的眼神,抽空看了底下的姜婉吟一眼。 随后对战江峰眠的剑锋更加伶俐起来,在江峰眠被重伤后,魏英也把江峰眠给废了,不管是金丹还是身体中的灵脉。 魏英看着躺在地上不知死活的江峰眠,似想到什么。 将配件上江峰眠的写在江峰眠的衣服上擦干净,随手丢给蓝忘机帮自己处理,这才转头对自己哥哥。 魏英魏无限,笑容甜美地对着自己哥哥道哥呀,虽然都说过不及子女,但他江家当初也对我有算计的。 所以呀,我们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哦。 魏英想着,如果不是因为他江峰眠与子渊夫妻,骗了父母,又偷袭自己父母,自己也不可能从小就没了父母的陪伴,如果不是江峰眠算计年幼的自己,哥哥也不可能让自己隐姓埋名,在蓝家生活这么多年,还不能见哥哥和舅舅他们这些亲人。 所以,无论如何,他都不能这么简单地放了他们一家四人。 想到此,魏英又转头对被他重伤趴在地上起不来的江峰眠道。